而乌开战以来 外界经常把乌克兰和台湾相提并论 位于台海海峡北方的马祖列岛 和中国大陆只是一水之隔 最靠近的岛屿也只有区区9公里的距离 在冷战高峰期 马祖列岛惨遭中共炮弹轰炸 两岸关系可说是水火不容 由于担心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会成真 当地岛民难免会提心吊胆度日 生怕两岸再一次交战 俄军在2月24号大举进攻乌克兰 不仅仅是对欧洲民主自由社会展开血腥攻击 也唤起了许多向往和平的台湾人 心中最深的恐惧 和乌克兰一样 台湾有着一个领土辽阔 而且态度强势的邻居 多年来居民一直生活在中共 要普通台湾的威胁当中 东银岛是台湾北端 马祖列岛的其中一个岛屿 临近中国大陆 是台湾的战略重地 设有雷达战和导弹阵地 俄乌开战后的某一天 64岁的早餐店老板林先生 忽然听到外头传来巨大的飞机嗡嗡声 他跑出去探个究竟 疑似看见中共军机在海岛上空飞过 对于这座在50和60年代间 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岛屿而言 这仿佛在提醒他们 战争的脚步又近了 然而林先生希望战火永远不要重燃 就算他来挑衅你们 我们也不要去动他 他飞过去就让他飞过去 对不对 那你如果把他打下来完蛋了 我不骗你 第三四次大战就开始了 太恐怖了 真的太恐怖了 不只是我们跟大陆打而已 那其他国家一定也会跟着打 你看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打 他如果核弹如果打出来完蛋了 真的是哪个国家都跑不掉了 岛上老一辈人不愿看到战火重燃 年轻世代却不愿多谈战争 虽然近年来中国不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 但马祖群岛上也出现了新兴的商业与艺术场景 年轻人在这里推广人文艺术和环境保护 有人觉得战争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 也有人选择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讨论战争 我觉得生活上没有太多影响 但是大家一定会聊到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比较用轻松的话题去聊 比如说我们去参观据点的时候 就说假设真的发生战争了 我们要赶快跑到哪个最近的据点 因为刚好好像台湾有在聊到防空洞这件事情 就是说要去哪里避难等等的 26岁的钟金叶表示 在南干岛落脚之前 他一直认为台湾人必须站稳立场 强调两岸之间的不同 但是在这里生活几年后 他开始慢慢理解 为何老一辈想要维持现状 并且希望年轻一代不要跨越两岸的红线 因为战争真的很残酷 因为他们是前线 就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 可能会马上沦陷 或是成为那个炮火集中的地方 所以这边人都说 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去强调这件事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台湾已经提高军事警戒 不过目前除了侦测到中共战机 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活动 虽然部分台湾人认为 两岸不会开战 不过一旦打仗 逐渐成为人们潜意识中 无可避免的话题 甚至变成心中挥之不去的忧患时 或许这场没有开达的战争 已经给岛民留下了惊恐和阴影 马金社电视综合报道 ابbook.com proceed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奧致